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陳遠芳刀劍金工刀翼的創辦人 陳遠芳陳老師 大家好 陳老師你好 陳老師你當初怎麼會想要成立這個刀劍的金工刀翼這方面的工作室 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說起來當然也是一個職業上的一種轉換 它也是一個興趣上面的一個延伸 當然主要是興趣延伸為一個重點 是有興趣 那興趣轉換也就是說原本我早期做的是金工 金工在三四十年前是一個非常新奇的行業 曾經最高的紀錄聯合報的人事廣告打開 有一半以上都要徵求進攻 你就知道這個行業當時有多夯 但是也隨著經濟的轉變 這個行業就沒落了 那我們也是其中受害的一群 那唯有轉變 人要改變要轉變 你才有未來 那刀劍是我的興趣 在那個工作的期間 也都是因為需要各種不同的工具刀 而要去磨 我們要轉換成為日常用品的工具刀而已 加上有金工的加持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小小的一把刀 做得也蠻漂亮的 那因為有的小小的刀做得蠻漂亮的 我們就會夢想說 我可不可以做大一點的突破 大一點的突破 這個從小到大的突破要很多很多年 對 那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 所以老師你成立這個工作室之後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困難跟挫折不外乎 第一個的困難挫折叫做經濟的困盾 人為無斗米折腰是必然的事情 是 因為我們不是富有人家 我們也沒有經濟後盾給我們做支撐 對 很多的創業很簡單 他想創什麼業他都很簡單 因為他們家有強大的經濟後盾 我們不是我們是一個普通的人家 想要做什麼要謹慎三思 成就好不成可能就永遠永無翻身之地 那我只能夠說我們的創業跟我們的製作 在做這個工作室 你們當然也有很多的辛酸的血淚在裡面 裡面最重要的還叫做經濟的困盾 因為你沒有收入你就會明天的飯從哪裡來 後天的孩子的學會從哪裡來 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最大困難就是資金 其實很多行業都一樣 對 其實都一樣 只是呈現出來表面的不一樣而已 那有沒有挫折感的部分 挫折感的部分也不外乎就是說 因為工作上你要去做突破 其實有很多是我們不懂跟不會的 對 我是一個無私自通的一個工作者 沒有人教你做刀劍 沒有人教你做皮革的房子 沒有人教你木材的組合 沒有 只有靠自己要去想像力 要去把木材跟皮革整合成為一個刀套 這個就是一個心酸 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加工 我們也不知道如何製作 因為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跨行業領域的材料 如何把它整合在一起 而重要的是它能夠刀劍跟做密切的貼合 為什麼說要做密切的貼合呢 這個就是一個工作難度 做得太大掉下來 做得太小會被卡住 什麼叫剛剛好 真的有困難 所以那段時間就一直一直想辦法去 你要去嘗試 嘗試 那老師你們當初成立這個 刀劍進攻島嶼的工作室 它的記憶理念是什麼 記憶理念不外乎就是一個興趣使然 因為早期做業餘刀匠的時候 沒有經濟的壓力 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想要做一個職業刀匠 你一定會面臨到 一定要賣 我沒有賣我的作品 請問我要怎麼生活 可是又沒人認識你 早期的台灣誰認識你 不可能 對 那你是不是要想盡辦法 讓自己在這個社會佔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們的困難就是說 我要如何去參加各種不同的比賽 各種不同的展覽 所以老師你就一直去參加展覽 還有老天的眷顧 因為我的作品是比較有 搶眼跟特色的一面 所以在每一次的比賽過程中 總會有一些小小的 脫穎而出的機會 那時間久了 我們這些就變成一種習慣 變成一種自然了 那當然 不怪乎 挫折裡面 我們還是要帶一點歡樂 不管我們多挫折 不管我們明天沒有飯吃 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沒有飯吃我可以跟你囊戒 我可以找親戚戒 可是內心的困難 才是真正的叫做困難 你要如何讓你能夠有信心的 這條路走下去 那個困頓才是真的是需要去突破 老師那你們現在工作是 我聽你講是不是有轉型成教學傳承 對那是後來的部分 早期的部分是沒辦法 早期的部分是因為需要 經濟為排名第一 經濟的收入排第一 那後來是因為經濟收入穩定之後 我們就會做不同的想法 所以老師你們現在工作室就是以傳承 傳承教學為主 老師那你們教學的特色是 你有分說一定要有什麼樣的學生 要有什麼基礎才能夠去上課嗎 其實都不要 都不用 人生每一個人如果是一張白紙 他要寫什麼 他要畫什麼 就簡單了 人生不要充滿太多的色彩 充滿太多的黑白 你會發覺到你沒有空間 你沒有地方 教小孩子也是一樣 教小孩子也是一樣 他的內心是空白的 所以他學習的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老師你的教學不是自私化 就是會因人而異 對因人而異 不要去做自私化的教學 自私化的教學 可能你一個人對一萬個的教學 你會覺得你很簡單 可是這一萬個人的裡面 可能只有一條是龍 他學得很好 另外一個叫做9999條 叫做蟲 他什麼都不會 所以老師你會因每一個人的特性 因人而異 那我們現在的教育不外乎就是 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當成是龍 可是你的孩子偏偏是寵 我們教育裡面常常會說到一句話 不要輸在旗袍點 這一句話聽起來是對的 其實這一句話是錯的 你要讓你的孩子 人生不一樣 你一定要讓你的孩子 輸在旗袍點 他的未來空間才會到 而很多父母沒有辦法去忍 去體會這一句話 人生要輸在旗袍點 那老師你們工作是未來有沒有一個 比較近期的跟比較中長期的規劃 有 我就是不斷的引進學生來上課 這個是一定的過程 然後就是 比如說國外有要參加展覽或參加比賽的 就鼓勵他們去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起來的 那你也要讓你的學生自己走這條路 既然會願意學這個東西的人 我只能夠說他的家境都不代表充富裕 好不好 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他不要學這個 我們就是因為有家庭不是富裕 我們可以學一技之強 可以讓自己的日後可能有不一樣的被看見 那多學一樣是絕對多精進一樣的 我們要有這個理論 不管他的未來是做什麼 甚至於根本就風牛馬不相關 但是你至少學到老師的一個 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觀念 你的觀念要正確 你的觀念如果不正確 你就很難去突破 就像我剛才在說的那一句話 人生要輸在起跑點上 你才有成功的機會 你如果是贏在起跑點上 你永遠是第一名 有一天你如果是第二名 你就挫折了 永遠就爬不起來 我們現在社會人士不是很多都是這樣嗎 報紙上你都會看到 電視頻道你都會看到 很多都是這樣 第二名之後他就永遠爬不起來 老師那你知道 其實現在台灣也很多 年輕人有那個熱誠想要創業 那贏也是過了人的經驗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很多專家會告訴你說 尤其是專家 該要如何創業 該要人生如何人生 擁有第一桶金 我會告訴各位說 專家的話千萬不能聽 因為他是講他認知的事情 他成功的事情 他的成功的案例不是代表 能夠copy在你的這一邊 那老師會教你的是 我不教你成功 成功沒有用 人生第一桶金沒有用 你要學的是什麼 面對自己 承接失敗 面對你自己 你自己是什麼 忍耐你自己要清楚 不要把蟲當成龍 是 你的忍耐就不足嘛 剛才老師有講過 一萬個人裡面只有一條是龍而已 萬中選一 人選之選 剩下的都是很普通的一個人生而已 在一個很普通人生 我們就做一個很普通的生活就好了 你不要想說一飛沖天 因為那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只有能夠說 你要按步就班 一步一步往上爬 可能在爬的過程裡面很辛苦 要怎麼爬 老師也是會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老師有講過一句話 專家的話千萬不能相信 我告訴你怎麼爬你就可以爬嗎 不見得 那個人生的面對是靠你自己的 對 所以老師是覺得就是要腳踏實力 一步一步一步 不要求快速 你有了第二個階段 你再去想第三階段就好了 一步一步的去走 有一天你一定會走上去 只是個人的成就不一而已 但是你要過得快樂就好了 有一個人一個月賺十萬塊 他也不滿意 有的人一個月賺三萬塊 他日子過得很好 他過得很踏實 錢再多也沒有用 少也沒有關係 而問題是你快樂嗎 你善待自己嗎 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陳遠芳刀劍金工刀魚的創辦人 陳遠芳 陳老師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老師的分享 不客氣 大家好 謝謝 謝謝